大家好,我是小琪 今天再给大家说一下月季 我这一刻是玛格丽特王妃 当时换盆的时候给大家做视频了 我们都知道 我们看每一种月季的时候 宣传图上的照片都是非常好的 我们待到盆里以后 想要养出那种效果的话 必须要把它养出一个强壮的根系 在盆里,浇水跟不上 施肥跟不上 根系肯定长不好了 根系长不好 根系即使长好了 你施肥跟不上 它也会长不好 所以说充足的浇水 充足的施肥 多去见太阳 在一个保持良好的通风才行 要么你再到地上 然后做一下亲饮的话 玛格丽特这种 王妃这种品种的话 它是一种强箱型的 它是一种大型的藤本月季 对于养好它 地在是最靠谱的 再到盆里呢 想要养好 必须要施肥跟上 我还要去给它修剪 因为开花了 我当时开花的时候 我现在在拾做地 然后把地拾做出来以后 要盖一个大棚 因为所以说 最近这段时间 一直没有管它 放到角落里边 叶片都干掉一大部分 土已经干的等等的 就像一个大石头一样了 要去给它浇水 要去给它施肥 施肥 它开完花以后 修剪完成 一定要去及时 给它补充肥料 很多表面要长时间 要撒着奥利1-2的 环式肥料 多元素的养分补充 再一个施肥的话 您可以去给它 用花多多的二号 花多多二号 是一种凝甲元素 为主的肥料 其他的元素不确实 能够促进它 继续的长出花苞来 所以说这一点 一定要做好了 再说一下 怎么去给它修剪 月季开完花修剪 也是非常简单的 一般开完花 花饼以下 第一个叶片 就是有芽点的 我们可以给它剪掉 但是它这个芽点 不是很饱满 第二个叶片 才是最饱满的芽 它的芽已经明显的凸起了 开完花 即使它剪掉 切花的话 直接剪下来就行了 它这个芽就会 直接分化 我们直接从它 第一个叶片 下面直接剪掉 第二个芽点 是非常饱满的 直接这样修剪就行了 这个也是 你看它的 第一个芽点 已经明显的开始长了 直接从车剪掉就行了 再一个 根据您整体的珠形 去修剪 这样才能够让它 整个达到丰满 开花爆盆的效果 塞到盆里 不可能去让它 爬到墙上去 爬到任何地方去 只能作为一个大花球 所以说枝条 不要保留太长 保留短一点的 让它长成一个大花球 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主要说一下 怎么施肥 以及怎么去给它修剪 如果您觉得 小七说的还可以 麻烦关注一下小七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小七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 乐剂 我这一盆 是你们应该 就是经常在平台上 看养花文章的 看写乐剂文章的 都知道 他们经常说的 有一种墙香型的 开花又大的品种 它叫做 玛格丽特王妃 我这一盆就是 它已经是一个大苗了 它属于一个灌木性质的 不是我们所说的爬藤的 然后爬到墙上 然后开花非常的多 它呢是从一个枝条上 然后长出来以后 顶部有三五个花苞 然后直接开花的 所以说你开完花以后 修剪一定要跟上 出的菜牙越多 到时候开花才会越多 这是修剪灌木的一个方法 当然了 你要保证 蜘蛛整个形体的前提下去 给它修剪 让它出更多的菜牙 它能够达到开花多 开花爆盆的效果 它是属于一个 叫做水果的香味吧 非常的香 而且不是那种很熏人的感觉 它开花也是一个虫瓣的 跟一个大包子似的 非常的好看 养它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我说一下 就是到了春季 对于月季 应该怎么去施肥 让它快速的把花苞长出来 然后快速的开花 跟其他的植物一样 只要它带出花苞的时候 及时的补充 补充磷甲肥料 磷甲肥料能够促进它 把花彻底的开起来 我们可以直接给它用磷酸二青甲 磷酸二青甲 兑水的比例是一比一千 浓度一定要掌控好 兑水 然后直接给它浇透就行了 间隔十天 七到十天给它浇一次 直到它的花苞将要彻底的 就是往外 花苞要绽放的时候 停止给它用肥料就行了 浇肥料的时候也是一样 浓度不要太大了 浇一次 一次给它浇透 不要说浇半截水 它的根系也是向着底部去生长的 所以说记住浇水 要么不浇 浇的浇透 浇肥料也是如此 如果想要它的香味足的话 可以在它的盆足表面撒点这种 钙尾肥料 能够促进它开花开的香味足 颜色会深一些 还有就是如果说 您肥料浇的不充足的话 可以在它的盆足表面撒点 奥略叶的缓食肥料 这些肥料都是小七一直说的 一直用的 就是您按照小七说的方法去 一直给它这样调配着 您养花也一点问题都没有 只要兴致相近的 不一定非得买小七用的牌子的 这就可以了 养花很简单 月季也最容易养 注意就是必须要通风 在室内养通风不好 就容易招红蜘蛛 因为温度高了 通风不好 红蜘蛛绝对会在它的叶片上不满了 一定要提前的 如果通风不好 提前的打药预防一下 打丁种米 皮种莲都是可以的 这样就能够起到很好的预防 或者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什么时候通风好了 然后就可以不用去打药了 今天呢就是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月季 玛格丽特王妃的这个品种 以及怎么去给它春季 促进它出来的花苞更多 全部都开放 不会说开花小的情况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大家好 我是小七 还记得我这颗米兰吗 是前年的时候买的 然后给它洗根换盆的 都给大家报过视频 包括去年秋天 末的就是秋末的时候 要搬进来的时候 我给它来了一次墙的修剪 我教大家怎么修剪的方法 小七养米兰一年的时间 不会去给它修剪 只会在秋末的时候 给它来一次修剪 因为小七这里有冬季 冬季是非常寒冷的 即使小七把它搬到棚底以后 在最低温度也在十度左右 它是不生长的 生长得非常的缓慢 它现在修剪了以后 它每个修剪的岔子上 都长出来两到三个头 多的四五个头 而且每个刚长出来的头 都是直接带着花的 而且香味比其他季节要香很多 我站在这 离着两米远的地方 只要有光照 香味就非常的大 不是那种刺鼻的香 而是一种淡淡的清香 非常的好闻 米兰花开花不香 有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您肥料跟不上 小七盆子的表面 一直给它搭着多元素的 款式肥料 奥律一号的 因为它一直生长 一直开花嘛 不能让它缺少其他的元素 在一个定期一个月 给它两到三次 只要生长 你一个月定期 给它两到三次的 这种发多多的二号 妖怪 发多多的二号 也是一种 以零甲元素为指的 它主要是 促进它 快速的分化花芽 还能够得到其他元素 去生长枝条 因为 以来的心理能就是 它的枝条不断的往外长 然后 长出枝条来以后 从叶叶之间 长出花来开花 开完花以后 枝条还往上长 然后还是往外出花包 所以说 必须要零甲肥为主 其他的元素还有 这样得到足够多的零甲肥 能够让它一直开花 然后 还不至于缺少其他的元素 导致它不生长 或者是防叶的情况 现在修剪完成了 它的叶片颜色 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 肥水一定要给它跟上 如果您的开花不香 给它光照非常充足的话 那么就去给它补充一下 这种钙面肥料 也就是微量元素 补充 因为盆土有限 生长上一年两年的时间 盆土里边没有微量元素 也是会导致开花开的少 或者是开花开的香味不足 定期一个月 给它用一次就行了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不是正餐 但是呢 必须要去补充的 今天呢 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颗米兰 再一个就是说一下 怎么去给它施肥 一年四季的施肥 都是按照这种方法就可以了 如果您想看更多的养花视频 麻烦关注一下小琪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小琪 今天呢 给大家说一下米兰换盆 米兰是大家都喜欢的 好多花有买的 都是那种很硬的土的米兰 然后换完盆以后就会死掉 我呢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季节是最热的时候的 已经进入夏季了 快了 所以说换盆要注意一下 如果换盆的话 春季秋季换盆最容易成果 但是呢 这个季节也是可以的 因为它一年四季是长 一年四季开放 我把配图换盆的方法 告诉大家 看一下啊 看一下啊 这些就是黄泥 你看 非常的硬啊 这种吸水性 你看 还粘 我们冲的目的就是要把它冲掉 在外之二左右 然后里边有一个土疙瘩就行了 这样都冲完了 都冲散了 然后呢 这些毛细根就不要动了 因为它的毛细根基本上都是有活性的 如果说你要彻底的扒上干净了 它就不行了 一定要保留着 包括之前小琴的个大的画面也是这样画的 这样它的新根都露出来了 以后就会往新的土壤里边找 然后呢 我再教大家怎么去上盆啊 然后这土壤还是直接用燕阳土加的和山啊 和山是用这种的啊 细的啊 细的 但是把粉末摘掉是最好的 伤根不要加底肥啊 然后找到好位置 直接放上 记住一点 要把它的原来土的盖住 不要漏着 它里边是有土疙瘩的 但是你要漏着的话 浇水的时候就会不均匀 而且干的时候也不会均匀 或者说你直接要覆盖起 一厘米到两厘米左右来 这样它基本上是一块干的 而且逐渐的根系会长到新的 从上里边去 上盆以后就是浇水了 有生根液 给它加生根液 生根液能够促进快速的长根 促进根系在盆里长得多啊 所以说要加上 第一次浇水 叫做定根水 必须要给它浇透 浇透了以后 才能够去正常的缓苗 把它放到一个 暂射光 或者是不见强光的地方 就是放到室内门边上 通风好的地方去 或者是窗 北窗户边上 开窗通风 每天早上 中午晚上三天去叶片拍水 一直保持它的叶片不打粘 什么时候呢 看着它在开始长新芽了 或者逐渐的开花了 就去把它放到太阳底下 逐渐的放到太阳底下 养护就行了 这个时间持续 七到十五天的时间 有的七天就能恢复 有的十五天就能恢复 关键看您配土 是不是不够透气 透气心好了 恢复要快些 一定要记住 每天岛中晚三个期 三个时间多少期 给它拍水 不要见强光 不要见强光 这样就能够 彻底的缓苗成功 盆土土表干了 及时的给它浇透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这就是换米拉的方法 如果想看更多的养花视频 麻烦关注一下小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